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了小蕾快四年时间 他只会让儿子一直学做卤肉工作 早在四年前 其实小蕾根本不屑接受老爸这份事业 他也知道很正前 可心里总有一股劲 促使他找一份光鲜的工作 被现实磨光棱角 小蕾也反思很多回 二十六七岁这个年纪 家里能有这样一份事业 其实已经比同龄人幸运很多 谈不上吊着金汤勺出身 用老爸的话说 守住这份火 多出汗 以后挣钱的日子会很长 他说这个火很糟 但挣的是一样的钱 其实能够坚持四年只学做一件事 也不容易 好在已经能独立上手 就连八十六岁奶奶也教的 每天给他留一块大粉 听很多节目导师说过 年轻人一定不要做那些 一眼能看到头的活 说那样的人生 不具备挑战性 放眼四年前 小蕾也这么认为 和当下不同 如果能保证养活一家老小 其实和他们在一起做事 真的很美好 交流就好